这个交易过户费的下调 对于股市是不是一个重大利好 就是中国刚刚有一个新政策 就是三个交易所 深圳上海北京 股票交易过户费 有一个显著的下调 这个是不是对股市有一个重大的利好 首先我先说一下 这个东西不是印花税的调整 这是交易所层面的一个税费的调整 这个不需要多高级别 这个交易所层面就基本通过协商就能决定了 如果是印花税的话 这个影响就比这个要更大一些 首先我认为这个谈不上是个利好 甚至我都没有把这个事当回事 因为我印象中交易过户费 那是千分之零点几 或者万分之几的事 就算有下降 这个我觉得可能交易所层面 这个能够给整个市场省出来的钱 那是极小极小的 极少极少 所以呢我想这个呢 是一个形式大于实质的利好 当然能够减还是个好事情 我相信呢 这个因为明天星期五应该还有一些交易 我觉得各位可以简单的不把它当做一个利好 你就知道有一个好事就行了 有点像是叫做降税减费 请问国务院给那么多企业做了降税减费 你们有没有把这个事拿到股市上来当个利好潮呢 你们从来都没有 其实国务院对于降税减费 甚至留底退税这块的一些优惠 那力度远远大于这个所谓的一个什么股票过户的费用啊 各位能理解这个意思吧 所以呢我想这个费用呢就很多朋友呢是朝三暮四朝四暮三 非得把这个东西当作利好来解释 我觉得呢客观上这个谈不上一个叫做什么利好 无非是个表态说好 我证券监管部门 我的证券交易部门也要跟国务院一起啊 为中国的金融市场维稳做点小贡献 怎么做贡献呢 应该交易收费减半 我认为啊这个费用完全可以彻底减掉 要收这种费用干什么呢 就很多这个交易所很多归费的收取 在我看来没有必要收取 为了拯救当前很明显进入熊市的这么一个状态 没有必要再搞什么减半了 很多费用都可以不收的 在美国啊 我们倒不是说非得谈美国啊 我就说美国股市是不是要比咱们好一些 要更稳健一些 牛市更长一些 我就告诉各位 如果你们在美国下载一个软件叫Robinhood 美国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交易软件 这个上面是不需要什么交易费的 券商都不收你交易费了 他只收你什么呢 就如果你要借钱 他向你收利息 哎呀各位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啊 我一直建议就是中国的监管部门收的钱 毕竟是小钱 干脆啊 这个券商也不要收钱了 你能够在某某证券公司开户 把钱放在他那做交易 不就是给他脸吗 不就是给他面子吗 你钱放在他那就能收你利息啊 他就能收你息差呀 为什么还给什么股票交易佣金呢 没有必要嘛 但是如果说你要借钱炒股票 这里面就涉及到什么 涉及到类似于像一般券商所谓叫融资融券 那人家收你个高利息是说的过去的 那个利息双方协商决定 那个你就不要怪人家说的高说的低了 那叫市场行为 所以啊我先解释一下这个事谈不上什么利好 在某种意义上我都觉得叫利空 为什么呢 你挣不了半天给市场目前维稳 就给了这么一个政策 我个人觉得还是有点小小失望